哈喽大家好我是球姐 相信大家都对木桶 真露还有小畅的疯狂事件特别感兴趣 于是呢 球姐就收到了粉丝投稿 问我是不是真的 那么我们直接来看正片 我们可以看到 真露啊其实是个巡查员 巡查员开科技 你们见过吗 真露的游戏实力呢 相信各位小伙伴都知道 实力特别的强 既然实力那么强 为什么还要开科技呢 首先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种可能 真露确实开了科技 它呢是一个技术主播 为了淘汰更多的人 观赏性更高呢 不得已开科技 第二种可能 在门找了一张图片 在投屏的时候选择放出来 然后立马下播 这时粉丝就会选择去实锤它 实锤的人多了 热度自然就高了 好视频就到这 想必很多小可爱们呢 都很自问 到底真露有没有开科技 我们现在说说 视频里到底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该作者的第一个观点呢 我是认同 第二个观点呢 我并不认同 简单来说球姐就是认同 真露真的开了科技 各位小可爱们 请理性的看待这个视频 球姐将会把所有的证据都发出来 我们先来看真露开直播 露出天线的视频 这个看人挺多的 因为此视频是网上拿来的 所以呢 我们直接来看高清的照片 我给大家捋清楚 这个是直播的时候拍到的 并不是P图或者是投屏 当然呢 一个证据不够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证据 我老子用8.8分本就行了 你他妈的坐着 你 给我关掉 这已经很明显不是真照片 这很明显就是在打这游戏 突然跳出来的一个画面 对吧 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语气中 知道他是特别生气的 毕竟开科技露出马脚 必定要老羞成怒呀 对吧 而且真露开科技呢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一定是众所都知的事 毕竟呢 所有开科技的证据 都是直播的时候露出来的 初姐是特别理性对待的这些事 只要是有证据 初姐才敢说 要不然是要护法律责任的 当然这时候就会有人问 真露为什么要开科技呢 毕竟真露也是好歹有头有脸的大主播呀 对吧 那么初姐问一下 小凯是怎么知道真露的呢 是不是因为他开了科技 被别的主播失权 然后事情传开了 所以大家才知道真露的呢 如果是的话扣1 不是的话就扣2 初姐想看一下有多少人 那么初姐给大家语清楚一下 为什么真露要开科技呢 原因很简单呢 就是为了热度 毕竟呢 只要有主播开科技呢 一般正能量的主播 都会出来揭秘他们 并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就是开科技的主播 第二个呢 就是为了直播效果 小可爱没想想 如果一个主播呢 开直播一直落地成核 难道你们还会要去看吗 是不是因为不精彩 所以你们就不想去看 如果一个主播呢 一场呢 杀了十多二十个人 那么大家肯定会觉得很精彩 并且给个关注 下回还要继续看他的直播 或者看他的视频 对吧 那么看完本期 有没有小可爱们觉得 真露不是开科技的 真露确实是开了见识与努力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关注初姐 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